歡迎來到三內新聞 看到富比士雜誌在4月公布的 2024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當中 在中國就有來到406人上榜 屬於這樣子一個億萬富豪 那凱捷管理顧問 在6月也發布了一個全球財富報告 顯示是中國的 這百萬富豪的人數呢 其實已經增加到了有150萬人了 那也是依據這個胡潤研究院的報告 截至去年初啊 在中國擁有人民幣千萬資產的家庭 已經是有達到了208萬戶 上億資產的家庭13.3萬戶 那現在北京是積極的拉抬經濟的同時 外電已是知情人士的報導說 中國已經開始對這超級的富豪 海外的投資收益徵收高達 是非常高的 這樣有20%的投資的收益稅了 那部分被鎖定的富豪 是擁有至少1000萬美元 以上這樣子一個大約 新台幣3.2億元的離岸資產 有一些則是在香港和美國的上市公司的股東 是很高的 我們在香港和美國的上市公司的地區